資料申請小方首輸針 然後我們現場還有我們的團隊有哲偉 然後有音訊還有語記 然後我們線上還有那個 YOU 那首先要非常感謝那個GINE的熱情贊助 然後讓我們就是在接下來八個月 然後來執行這個計畫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說在2015年的時候 台灣在全球開放資料指標評比 然後獲得第一名 然後後來又纏連了一下下 那但是這些現在目前國發會平台上面 有中央地方政府 然後還有法人組織的資料集 一共有四萬多筆 那這四萬被開放出來的四萬多筆資料集 是不是符合貼切民眾的需求呢 也許有些有 也許有些不是那麼明確 但是有一個還滿清楚的是 台灣其實有一個還滿進步的地方 我想要更多 現在在國發會的平台上 有一個我想要更多的功能 然後它基本上就是讓民眾 可以在這個平台上 然後去建議說 什麼樣的資料要被開放出來 那從2010年之後 滿多個國家都開始就是 由政府來建立他們的那個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裡面呢 其實就是有部分 就是左手邊的這幾個國家 印...印度吧 印度啊 荷蘭啊 肯亞 包括台灣 然後有在這個平台上 設計一個讓民眾 申請資料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然後其中呢 又只有台灣有把民眾的申請 以及官方回覆的這個內容 完全公開出來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這個 這個國發會的這個 我想要更多裡面的資料 那現在目前 從2014到現在大概是有 1200多筆的那個申請資料的記錄 那但是我們發現呢 欸這個 這些1200多筆資料裡面 其實沒有開放的比例是滿高的 那像是這個有人要求 有人想要 要求開放這個全國法規資料庫裡面的 歷史法規 然後這個法務部呢 就說 這個還滿常見 然後就說 這個某某年 以前他發佈的在命令未接的這個 歷史法規 他目前並沒有回溯整編 所以呢 為了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跟完整性 本部維持不提供 所以他就是卡在一個資料的品質上面的問題 那但是這樣的回覆呢 他似乎是有一點不那麼的完整跟迂迴 因為他說 我目前並沒有要回 並沒有回溯整編 那他有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那另外這個 這個也還滿常見的 就是說 有點類似就是說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資料 譬如說刑事案件資料 現在並沒有統計經緯度 那這個很快 其實我們就可以想到 當我們要求是經緯度的資料 他說沒有經緯度 那他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替代性的 同樣也是地理土資的資料 但他也沒有說明清楚 那另外這個其實就是更常見 也就是大家就是耳熟能詳的 就是政府 你跟他要東西 然後他就說 再研議 好 那 但 就這種再研議 其實我們民眾也可以接受 也許他之前沒有想過 這樣的資料是不是要開放 但是面對這個情形 我們可以怎麼辦 就是我們其實也會期待說 好 就再研議 那研議需要 政府有沒有一個心中的規劃說 研議是多久時間 三個月 六個月 或更長 那在研議之後 他的得到的那個結論 是不是可以再回報這個 回報到這個平台上 這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再做更多的延伸 所以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想要做的是 我們要把國發會 以及地方的這個開放資料平台上面的 所有的民眾的申請記錄 目前大概一千四百多筆 那這樣的每一個記錄 我們都要去把它進行標記 那標記些什麼呢 就是說今天民眾提出這個需求 然後政府到底有開放 或沒有開放 就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如果沒有開放的話 他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們會做出一些類別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標記的結果 做出一個 做成一個儀標版 那另外呢 我們會舉辦工作坊跟採訪 就是對資料申請有經驗的人 然後從中去形成一個 一個應對解讀的一個原則或建議 就是說今天如果政府不開放 那下一步到底可以怎麼做 我們把這個東西 大家的經驗彙整起來 然後一起 然後把它呃呈呈現在我們的網站上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 接下來大就是大致上 我們的工作的大類 就是會進行標記 然後形成那些原則 然後開發一個網站 然後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八個月的一個 一個工作的流程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主要呢 就是我們會互動的對象 就是有申請政府資料的經驗的人 然後還有各部會機關的那個開放資料資訊小組 然後或許是一些就是open data的推動者研究者 然後最終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當然我們希望以後的 申請資料的人 可以藉由這個裡面的一些建議的一些原則 然後讓更多的資料可以開放出來 然後同時我們也希望 讓政府不開放資料的這個理由可以明朗化 然後在這些各個使用者之間 可以做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官方的臉書 大家可以用申請資料小幫手去查 然後我們的資料進度 目前會先暫時放在這個hack folder 後面就是OpenGov data 然後各位有興趣的 有經驗的 有就是有一些想法要給我們的 我們就是等一下在場邊 可以來找我們互動 謝謝大家